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太冲动了 丁丽的刀子落在地上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需要学的东西还太多 关靠勇武和狠辣还远远不够 深夜 舞厅的客人早已陆续离去 文强等人却焦虑地围坐在屋中 他已经接连给冯静瑶打了三次电话了 可冯先生一直不在 文强忽然产生了一种大难降临的预感 他安排手下得力干将 今夜一定加倍小心 可他们却不知道 就在几个钟头之前 上海最强三大帮派的首脑刚刚走出冯府 他们已经得到了冯先生的承诺 这次行动他将两步相帮 但前提一定要留下许文强一命 黑夜是如此的漫长 这一夜 文强管辖内的所有地盘在同一时间遭到了清醒 文强的手下全军覆没 丁许二人拼死向外冲杀 文强为了保护丁力被砍成重伤 可杀手们事先已经得到了受益 在关键时刻对他网开一面 这样 丁许二人才得以逃到眨北 包扎好伤口后 丁力哭了起来 哽咽道 文哥 是我把你害成了这样 咱们辛辛苦苦打来的天下 全没了 文强极为冷静低声道 在上海 可以一夜成为百万富翁 也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既然做了选择 就要认命 或许 现在就有一个人正在嘲笑着我 丁力当然不懂文强的身意 冯敬瑶正在笑 他神秘地对澄澄笑道 我想呢 过几天 文强就要来帮我做事了 你高兴吗 程程红了脸颊 低下头去道 爹 我高兴什么呢 他真的能来吗 一夜无雨 次日丁力醒来 发现文强已经不在 他大惊之下 急忙追出去寻找 在一座桥下终于追到境前 丁力喘了几口气候说道 文哥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我可以和你一起南下去广州的 文强平静地看着他道 你舍得离开上海吗 丁力不禁犹豫了一下 文强扭头就走 就在这时 忽然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桥口停了下来 从车上走下一人正是降书 他说明来意 丁力大喜 走上前去拉住文强道 走吧 文哥 冯先生还是记管着咱们的 文强却冷冰冰地看着他 头也没回 冷风中似乎传来几个字 阿力 要去你自己去吧 丁力呼地喊了一声 文哥 我阿力这一生都欠你的 你教了我这么多 我没法报答你 这一刀就是我阿力先还你的 心血蹦进 阿力的手臂瞬间红了一片 他用另外一只手捂住了伤口 艰难地向祥叔的汽车走去 突然 文强站住了身子说道 等我一下 丁力回过头来 他看到了文强脸上 终于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寒冬似被荣化 这一刻 兄弟二人方才兵士前嫌 在冯敬尧的办公室中 正在开一场重要的会议 而首个议题 就是任命许文强为冯氏旗下 对外商贸公司的总经理 从此 文强将在冯氏集团这个超级大平台上 展露才华 会议开了四个小时 文强清晰地将冯氏产业目前经营状况和将来发展前景 在脑中理顺 并随之制定出各种计划和方案 而丁力早已睡熟了 当他醒来时 建屋内只剩下文强一人 这才惊慌起来道 文哥 你做总经理了 那我呢 我做什么 文强一笑道 相信冯先生他会给你合适的事情做的 果不出文强的意料 没过几天 丁力就接到冯静瑶的通知 让他管理几家大型的夜总会和赌场 并在霞飞路给他预先买了一所房子 丁力大喜过望 他决定要全力以赴帮冯老板卖命 并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澄澄终于有了机会接近心爱的人了 一天 他费尽心思买了一条领带 略有些害羞地敲开了文强的办公室 可当他鼓起勇气问道 怎么样 喜欢吗时 文强却冷冰冰地回道 不好意思 其实我不喜欢这种颜色 澄澄连忙上前准备拿回来 并说道 那我换一条其他的颜色吧 文强伸手挡了一下 不曾想 两只手却叠到了一起 澄澄的脸瞬间变得娇艳无比 可那个男人却将手抽了回去 并毫无表情地说道 多少钱 一百元够不够 澄澄的心在迅速地下降 可他依旧柔声道 不用钱的 是我送给你的 可文强又说了一句更为惊人的话 难道你喜好送男人东西吗 澄澄皱起了眉头 不再说话 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据送领带事件过去了十多天后 在一家餐厅 文强和丁丽正在等待位置 正巧遇到澄澄和汪月琪 当澄澄抱上名头后 立刻得到一间包房 四个青年边吃边聊 就在这时 门一开 走进一对卖唱的妇女 二人身轴破旧 月琪不禁皱眉 众服务员说道 包房这里可以随便让人进来吗 服务生刚要撵他们出去 文强却白手道 不用了 让他们唱一曲吧 澄澄看了文强一眼暗道 他的心多么善啊 不论是谁在他身边 都会感受温热 且看他情趣如何 一会儿点什么举子呢 这时丁丽也来了兴致 他边吃边说道 唱一首十八摸吧 会唱吧 女孩惊慌地摇着头 文强却彬彬有礼地说道 算了 随便拉一曲吧 随即 他掏出一张钞票 递了过去 所有的举动 都中澄澄的心意 他更加喜爱这个男人了 于是伸手阻拦道 再多给他们一些吧 可不知 有心还是无意 两只手 再次碰到了一处 澄澄已经羞得不行 一颗心 砰砰乱跳 这种感觉 才叫恋爱 他已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了 在随后的半年里 文强处事极为干练 接连替冯敬尧 做成了几笔大声音 并将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 深得冯敬尧信任 而近来 在公共租界几家公司 正在抢夺一家自来水厂 冯老板对此 也是志在必得 文强知道冯敬尧的势力 在法租界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但公共租界 却是英美的势力范围 特别是美国公司 今年来发展势头迅猛 那个开电力厂的 魔力士先生 就有很深的政府背景 他早就定上次来水厂 看来小虎口夺肉 还真有些风险 其实 公共租界的这些巨头们 何尝不是同样考虑 他们对于冯敬尧 将手伸的过长这种行为 早就表示不满 可没人敢第一个站出来 与他公然为敌 魔力士先生背景深厚 他考虑到 在公共租界 自己有地利的优势 于是暗中派人准备刺杀掉 冯敬尧 但这件事情被文强查知 他与丁力各带一路人马 由丁力围剿了杀手老窝 而文强直接闯入魔力士办公室 与其谈判 在多方打压之下 魔力士彻底崩溃 最后只能无条件 让出自然水场 这一战 冯敬尧大获全胜 他大喜之下 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文强 成为自己的孤野 如果他能没有二心地帮着自己 那自己的基业 将牢不可破 冯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撮合 那对碧人见面 文强却总是冷冰冰的 可这时的澄澄 已经身在爱情的漩涡之中 他整个身心 全被爱的火焰包围着 每次见到文强 都恨不得与他多交流一些 有一次 当澄澄好奇地询问文强 在燕京大学的过去生活时 文强却说道 我大学并没有毕业 因为大学期间 我做了三年老 澄澄大惊道 为什么呢 你这种人怎么会坐牢 文强却平静地说道 因为我做过坏事 所以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曾经对你说过 你跟我交往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好人 澄澄看着他摇头道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疏远我 但我敢肯定 你绝不是如你说的那样 文强 我希望你能更加自信一些 二人交谈之后 澄澄立刻向丁丽询问 文强当年为何入狱 当他得知 当初是由于学生爱国运动所致时 却笑了 仿佛一个声音在说 我早就知道 文强 绝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吗 越是无价之宝 越值得努力追求 一直成正发力之后 会不会得到回馈呢 请看下集 同流合污 升官发财 望我追求 终得所爱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和人生感悟